马卫都有一次在节目里讲 他和一个超级大富豪会面 一个在财富排行榜上有名有姓的大富豪 这位财助出现的时候身后呼啦啦跟着一大帮人 只见他头都没回只是肩膀啪的一抖 身上的大衣就被后面的工作人员接住了 落座以后又啪的一下伸出食指跟中指 一只雪茄马上捅进他的指头缝中 没说几句话手指又啪的往后一伸 后面的人立刻接住雪茄 啪啪谈完烟灰又捅了回来 这一系列架势差点让马卫都笑场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 但网友们纷纷猜测 此富豪就是许家印许钱首富 环似旧时游上院车如流水马如龙 巅峰时仅是许老板的名号就能念上一分钟 而他人生中最传奇的一段经历当属大帝慧 2008对中国人来说是难忘的一年 年初雪灾 五月汶川大地震 八月奥运会 这是内有隐忧 却又满怀希望的一年 也是这一年 恒大准备首轮赴港上市 许家印一口气拿下了33个地产项目 囤积大量土地 资金缺口超过100亿 但许家印觉得这些都是小意思 只要能上市 这点钱很快就能补上 没想到彼时 全世界忽然爆发金融危机 打了许家印一个措手不及 他马上去找王石帮忙 但不知为何王石没有伸出援手 许家印只好去找杨寿成 向他请教高招 杨寿成思考再三 同意介绍郑玉彤给他认识 许家印大喜 郑玉彤什么人 香港顶级富豪之一 他的新世界集团 设计博彩 百货 基建 酒店等产业 不过这时候 杨寿成却问了一个 听起来有些无厘头的问题 你会玩除大地吗 除大地是广东的一种纸牌玩法 打法是各自为战 以大打小 但以奖强强联手 作为香港超级富豪之一的郑玉彤 非常酷爱这个纸牌游戏 经常拉着一帮人 组团一起玩 大地会的称呼 由此而来 大地会成员 全都赫赫有名 郑玉彤 新世界集团主席 周大福创始人 周志源的女婿 2023年福布斯富豪榜 正家资产约为289亿美元 李兆基 横基地产创始人 2023年资产约为303亿美元 刘鸾雄 外号大刘 女星狙击手 华人之业董事会主席 2023年资产约为132亿美元 张松桥 重庆人 外号重庆李嘉诚 创办忠于智地 2023年资产约为205亿人民币 除此之外 还有英皇集团董事会主席杨寿成 香港烟草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何祝国 长江实业执行董事叶德权等 在杨寿成安排下 许家印顺利坐到了郑玉彤的牌桌上 当时已经83岁的郑玉彤自然知道许的现状 但老人家既不多问也不多客气 只专心打自己的牌 因为广东话不太好 许家印和重富豪们连交流都有些困难 楚大帝讲究的是合作和敏锐的判断力 需要随时观察上家和对家的牌 要懂何时让路何时拼抢 有时即便牌面不好 但利用好对家的牌面分数 往往也能起死回生 这些道理会玩的人都懂 只是坐到牌桌前 人的性格和喜好 喜欢合作还是单打独斗 都会在一场场牌局中暴露无遗 此后几个月 许家印天天到郑玉彤家报到 风雨无阻 除了郑玉彤 他还结识了大帝会中的刘鸾雄 和张松桥等众多富豪 许家印牌玩得好不好 我们不知道 但三个月后 大帝会总舵主郑玉彤 以1.5亿美元入股了恒大 随后又加投7.8亿人民币 与恒大合作两个项目 一年后 2009年 差点被商场巨浪拍死的恒大 起死回生 成功在香港联交所上市 上市当天 众多香港富豪到场站台 给足了徐老板面子 然而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 是后面还有个反转 2021年 恒大爆来后 网上开始流传 许家印其实是中国某顶级权贵家族的白手套 这个家族并不很信任土生土长的大陆商人 便让许老板在香港挑选些合适的代理人 于是乎愿意入局的人纷纷在大帝会上现身 也就是说 并不是许家印通过大帝会 绑上了香港富豪 而是香港富豪们通过许老板靠上了红色贵族 大帝会成员的现状各不相同 许家印2023年被捕 传闻曾经的重庆首富张松桥学习李嘉诚 已将国内大部分资产牵制英国 郑玉彤于2016年病逝 刘鸾雄身体状况不佳 香港的崛起是因为中国内地的封闭 他独自替代了上海 天津 重庆等地的全部功能 更依靠了英国保护的低税率和低管制 如今这些优势已荡然无存 不知道曾经叱咤风云的香港大富豪们 迎接他们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中国船王卢作福是著名民国商人 除去创办民生实业外 他还开发了北贝地区 人称北贝之父 1952年 卢作福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服药自尽 那时候他可能没想到他的故事并未彻底完结 几十年后 改开后不久80年代初 陈春仙 陈庆镇 段永基和王洪德 成立了一个互帮互助的四人小组 他们都是中国最早的科技企业创业者 比如陈庆镇是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 段永基则创办了大名鼎鼎的四通集团 我们熟知的新浪网并由四通集团投资 到了90年代 中国的科技企业遍地开花 当初的四人小组急速扩大 舆论混杂 顶级大佬们蒙盛了另外建一个小圈子的想法 1993年 在段永基提议下 泰山产业研究会成立 首批成员是15家企业的掌门人 四通 段永基 联想 柳传志 范海 卢志强 恒电集团 徐文荣 巨人集团 史玉柱等 泰山会第一年聚会 范海集团董事长卢志强就提出想建立一家民营银行 这位卢志强先生正是民国商人卢作福的亲属 在泰山会成员一番运作之后 民生银行开始正式筹建 传说时任总理的朱镕基 曾给主导筹建工作的经书瓶批示 可以试一下 民生银行后来成为共产中国第一家 由民间资本设立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1997年 史玉柱开发的脑黄金 鲨鱼 软骨等保健品没有带来预期回报 公司深陷泥涨 段永基 卢志强和柳传志等人伸出援手 帮助史玉柱东山再起 后来他的脑白金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的保健品之一 广告词 今年过年不收礼 收礼只收脑白金 也广为流传 巅峰时 泰山会网罗了中国顶级富豪的半壁江山 除前面提到的段永基 柳传志等老一辈外 还有后起之秀 百度 李延红 步步高 段永平 华仪 王中军 远大张月等 泰山会成员现状各不相同 2020年 卢志强的泛海戏开始爆雷 段永基 柳传志已隐退 2021年 滴滴出行在美国上市后不久又宣布要从美国退市 滴滴出行的首席运营官正是柳传志之女柳琴 除此之外 成员们远避海外 破产爆雷 列为被执行人的传闻不断 当然也有逆时而上 风头正进的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不是东风压了西风 就是西风压了东风 2021年 媒体传出泰山会已经解散 并且一向有关部门完成注销手续的消息 江南会在2006年由马云牵头创办 江南会三个大字由金庸书写 会所所在地是始建于宋代的杭州景点新鲜堂 会所建筑由艾未尾设计改造 江南会是一个顶级浙商组成的小圈子 冯根生 正大青春宝药业总裁被媒体称为江南药王 他在14岁时进入胡庆渔堂当学徒 自此入行 胡庆渔堂由胡雪岩创办 与北方的同仁堂起名 郭广昌是复兴集团创办人 业务涉及保险 医药 地产等多个行业 鲁维鼎 民生人寿总裁 他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万象集团创始人鲁冠球 沈国军很少在媒体露面 但他旗下的银太百货和菜鸟集团却非常有名 少星人宋卫平是绿城集团创始人 他还创建了绿城足球俱乐部 陈天桥和丁磊少年成名 分别创办盛大网络和网易 2006年晴天一个大惊雷 江南会拔地而起 顶级这商们自此聚到了一起 小圈子的最大作用是一起抬轿子 共享资源 共度难关 沈国军的天一证券曾在2005年陷入危机 正是在江南会会员的点拨下才得以再次崛起 宋卫平的绿城2011年陷入危机后 马云也伸出援手 2014年杭州市政府表示 要将西湖景区内的会所全部关停 江南会也在其中 不过很快由马云等九位企业家 共同发起的湖畔大学正式成立 媒体认为这是江南会的转型 湖畔大学曾经比哈佛还难进 马云在2020年五周年校庆上透露 湖畔大学五年只录取了254个学生 录取率2% 说白了 这不过就是一个富豪圈的入场圈罢了 大佬们原本对湖畔大学的期待是半300年 可惜2021年大学的官方微博和网站已悄然改名 门口的湖畔大学四个大金字也被抹去 也就是说满打满算 湖畔大学只存在了六年 江湖传说鲁冠球去世前曾叮嘱马云 这商们一定要团结互助互相扶持 然而个人的命运终究还是要屈从时代的影响 中国的顶级富商们如今都面临着完毕归照的窘境 当然了 富豪们的世界其实我们普通人可以想象的 想必他们一夜之秋 手中早就有了万全的准备 百度百客说 江南会会员们崇尚并奉行舞蹈 书道 茶道 秦道 花道 香道 认为这五道代表了中国历代盛世辉煌 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品质代表 这不禁让人想起百年前顶级这商 胡雪原的商道 一百年潮起潮落 风起云涌 江湖依旧物是人非 记得金鸾同畅地 春风上国繁华 如今薄患老天涯 十年齐路 空腹取江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文婷 咱们下次见